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又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投資朋友見面了 每天電話都非常非常的多 每天參加我梁老師的會員 也非常非常的多 我梁老師在節目一開始 先跟全國的投資朋友說一聲 非常非常感謝大家的熱烈支持 那有很多投資朋友告訴梁老師 梁老師你在節目裡面 你為什麼不講大盤 梁老師難道你不會解大盤嗎 各位投資朋友 我為什麼不能解大盤 我有沒有告訴你 大盤現在的走勢 跟今年4月5月的走勢 非常非常的一樣 簡直我們可以這麼講 現在大盤的指數 大盤的走勢 就是今年4月5月的一個怎麼樣 一個翻版 那今年4月5月 大盤是不是做一個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看起來好像很多對不對 好像很多對不對 結果又從什麼地方 又從什麼地方 我們拉近一點 從8800 漲到多少 再拉近 9500 又漲了700點 那現在大盤 是不是又在做一個什麼 又在做一個假M頭 5月份的時候大盤做了一個假M頭 結果從8800漲到9500漲了700點 那這一次大盤又在做假M頭 那 這是什麼地方 上一次大盤漲了700點 那這一次 如果大盤再漲700點的話 會不會破案 會不會破案 破萬 財政部長不是在胡說八道的 我們是怎麼樣 有憑有據的 大盤現在在做假M頭 5月份大盤做假M頭 漲了700點 這一次大盤又在做假M頭 會不會從9000市 再漲700點 各位投資朋友關鍵在什麼地方 這一條均線叫做什麼 叫做 拉近 35日均線 這一條均線從今年的2月份 持續的怎麼樣 往上走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往下彎 有沒有 沒有喔 所以很多老師都還在看空 我覺得莫名其妙耶 35日均線 我用的均線跟別人不一樣 別人都是用10日均線 然後10日均線 30日均線 我不是用 我就用35日均線 35日均線還在往上走 那你有什麼理由看空 你有什麼理由放空 各位投資朋友 大盤現在又是假M頭 跟5月份一樣 上一次大盤又漲了700點 這一次會不會又漲700點 會不會破萬 我們等著看 最重要的各位投資朋友 你要賺得到錢 最近大家都在搶我梁老師的傳真稿 為什麼 各位投資朋友 這是昨天的傳真稿 7月29號發稿 對不對 試用日期 7月30號 今天 我的傳真稿上面 重點在什麼地方 在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支 明天你要注意的股票 有沒有看到 你為什麼要寫僅供參考 公司說要寫的啊 我們拉近一點 明日注意股票 僅供參考 公司說要寫 那我只好寫了 但是重點在什麼地方 明天要注意哪一支股票 這個很重要 就像我之前 我曾經問過你 你知不知道明天 哪一支股票會漲停板 你要是哦 我怎麼知道 你什麼都不知道 這是昨天的傳真稿哦 我說最重要的 在這一支股票哦 今天哦 7月30號 這是昨天寫的嘛 7月29號 所以明日就是今天嘛 對不對 103年的7月30號 今天 今天有一支股票 你要特別特別特別 給我注意 哪一支股票 這都是你股票 來 我跟你說 宅配通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一支股票 其他老師的傳真稿上面 哦 寫了一大堆什麼形態啊 什麼均線啊 什麼國際形勢啊 國際股市啊 那你看了半天 無沙沙 你才到這邊買出二股票 不說 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直接了當地告訴你 明天哪一支股票 你自己會注意一下 你自己特別注意 昨天講 今天要注意哪一支股票 宅配通 各位投資朋友 你現在知道 我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 要寫明天注意的股票了吧 今天宅配通開盤的時候 還打到平盤下面耶 那收盤啊 掌頂板 我不是今天準而已耶 昨天告訴你宅配通的呢 今天怎麼樣 今天怎麼樣 馬上掌頂 我不是今天來準耶 7月12號 我告訴你7月23號 你要注意一支股票叫做三顧 那7月23號休市嘛 紅胎來嘛 結果7月24號再開盤 7月25號 我告訴你7月28號 這個禮拜一 有一支股票你要特別注意 7月28號有沒有 我說怎麼來一支股票 連得 7月28號嘛 我說7月28號你特別注意哪一支股票 連得嘛對不對 7月28號連得嘛 7月28號呢 連得要怎麼樣 漲停板 7月28號嘛 我說怎麼樣 7月28號你要注意哪一支股票 三顧嘛對不對 那7月23號紅胎嘛 休市嘛對不對 結果怎麼樣 7月24號 三顧 夠平板下面可以買耶 跟今天宅配通一樣耶 那你如果沒有看我的傳承稿的話 你敢買嗎 一支股票打到平板下面 你敢買嗎 就算今天宅配通打到平板下面 如果你沒有看我的傳承稿的話 你敢買嗎 你要是我咖啡 才怪 24號嘛對不對 7月24號嘛 三顧嘛 那昨天 昨天的傳承稿 告訴你今天7月30號哪一支股票 哪一支股票 宅配通 宅配通 我們拉近一點 我們拉近一點 有沒有平板下 你有沒有買 你有知道 我不知道要買 你為什麼不知道要買 你有知道 我有沒有看你的傳承稿 所以我常常說 你跟我的會員差就差在這個地方 警察就警察在這裡 我的會員事先知道 今天會三顧票會漲停 你不知道 我的會員知道 今天宅配通在平板下面可以買 你不知道 你參加的老師也參加那麼多了啦 每天傳承稿也看了那麼多了啦 你有得到錢嗎 哪一個老師像我兩老師一樣 在傳承稿裡面 直接了當告訴你 你明知道哪一支股票會漲停 說三顧三顧第二天漲停 說聯德聯德第二天漲停 說台北通第二天漲停 那明天呢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停 我怎麼知道呢 我告訴你好不好 今天7月30號 明天7月31號 有一支股票 明天還有一支了啦 明天還有一支了啦 這一支股票會不會跟聯德一樣 會不會跟三顧一樣 會不會跟今天的宅配通一樣 各位投資朋友 這一份資料 今天 我免費 開放鎖取 但是 我只限 100個名額 多了我不收 好不好 今天這一份資料 這一份傳承稿 7月31號 7月31號 的這一份傳承稿 適用7月31號的這一份傳承稿 我免費 開放鎖取 你卡手卡嗎 萬年你就吃不到 哪一個老師會事先告訴你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停 沒有 那為什麼其他老師 沒有告訴你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停 因為他們怎麼樣 不知道 不是你去那裡 你去問你的老師 你去問你的老師 老師啊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停 不知道 阿關梁老師知不知道 山谷我有沒有前一天告訴你 聯德我有沒有前一天告訴你 宅配同我有沒有前一天告訴你 今天我在告訴你 7月30號 今天我告訴你 7月31號 這支股票 你給我特別注意 今天這一份資料 我免費開放鎖取 但是我只限 100個名額 當然 好看那不是只有這樣 來 77塊的時候 單景 我有沒有告訴你 我有沒有問你 它還會不會漲 聯絡老師啊 你為什麼問我 它還會不會漲 因為我們節目 的限制非常非常的多 就算我知道 哪一支股票會漲 我也不能明講 我只能怎麼樣 把肯定句 化為怎麼樣 疑問句 但是我知不知道答案 就像我知不知道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停 就像聯德 前一天 我知不知道它第二天會漲停 三戶 前一天 我知不知道它第二天會漲停 宅配同 前一天 我知不知道它第二天會漲停 同樣的 單景這支股票77塊的時候 我問你 它還會不會漲 722號77塊的單景24號 同樣的23號修飾對不對 24號漲停板 今天單景 今天單景 又漲停了 結束了嗎 各位同志朋友 有人說 你怎麼知道 你如果知道單景會漲 記得看看 今天單景多少 我們拉近一點 要是7塊了 我什麼時候跟你說 我什麼時候問你 77塊 77塊 1萬塊 一張 1萬塊 一百張 一百萬 你光是看我的節目 各位同志朋友 我相信你就賺了不少錢了 但是我說過了 這一支股票77塊的時候 我問你的時候 如果你沒買的話 今天八六七塊 1萬塊 如果77塊你沒買的話 這一支股票你就不要追了 為什麼 因為今天 今天 如果你今天就辦好手續的話 有一支股票叫做 單景的船人 這一份資料 我要送給今天 辦好手續的投資朋友 這一支股票 會不會比單景更標 會不會清出於藍 更上於藍 一切 盡在不言中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辦好手續的投資朋友 第一份資料 第二份資料 單景的船人 第三份資料 第一份 其他份文不取 其他成本費 手續費 工本費 行政費 我頭腦不收 今天我就只收你最基本的費用 其他份文不取 你賺到錢 我們再來談 怎麼樣升級正式會員 這樣可以嗎 今天我只收基本費 其他份文不取 賺到錢 再升級正式會員 今天進來的投資朋友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辦好手續的投資朋友 三份資料 第一份 第二份 第三份 你是我的會員 你每天都有傳真稿 今天辦好手續的投資朋友 第一份資料 第二份資料 第二份資料 第三份資料 通通給我要到手 而今天 我特別開放 100個名額 明天的傳真稿 這支股票 進行叫你來拿 你不要來拿 進行 前一天 三股叫你來拿 第二天 掌停板 聯德前一天叫你來買 第二天 掌停板 昨天告訴你 哪一支股票 才會通 今天 掌停板 有準不準 然後大家的眼睛 都是雪亮的 而明天 哪一支股票 會 漲 停板 一切 盡在不言中 你看 一百個名額 明天的傳真稿 這一支股票 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一份資料 我今天免費開放索取 而今天辦好手續的投資朋友 除了這一份傳真稿之外 我還要給你 單井的傳人 會不會比單井更標 我們等著看 第三份資料 前十位 我要再加送給你一份 神秘的大禮 這一份神秘的大禮 會不會是父親節最好的禮物 各位投資朋友 好好把握 傳真稿 一百位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謝謝 每瓶三十八萬起 金龍湖畔 兩大湖 錯過 湖再有 2695 7778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顧 多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好痛 請用五分珠 去記住 請用記住 無分珠 無分珠 快夠好 爸爸 兒牌七密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兒牌七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 也是 男友 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再度來到第二個階段 我認為一個老師的節目 節目裡面不用講太多 你不要講一大堆基本面 不要講一大堆技術面 不要講一大堆國際股市面 你只要講 你只要告訴大家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停板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 這樣就好了 大家要聽的就是怎麼樣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停板 就只有這麼簡單嘛 對不對 就像我在77塊的時候 我問你 單景還會不會漲 結果呢 結果呢 今天多少錢了 87 什麼時候問你的 77 10塊 100塊 7月22號我問你 7月22號 我說7月23號有一支股票 你要特別注意 23號對不對 結果23號 紅胎修飾 結果24號 一開盤 三顧 漲 7月23號 7月23號 告訴你7月23號 你要注意三顧對不對 7月23號結果修飾 7月24號再開盤三顧 漲停板 7月25號我告訴你 7月28號有一支股票 你要特別注意哪一支股票 連得 結果7月28號 7月28號連得 漲停板 7月29號我告訴你 7月30號今天有一支股票 7月30號 你要特別注意7月30號 宅配通 結果今天7月30號 宅配通 漲停板 你老師啊你怎麼都知道 你的老師怎麼都不知道 你在股票市場能不能成為最大的贏家 關鍵就在這個地方 你要事先比別人知道 你要比別人事先知道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 明天哪一支股票會漲停板 這樣你真的有辦法賺到錢 講到財務 對不對 我告訴你一大堆基本面 告訴你一大堆技術面 告訴你一大堆 什麼面又什麼面 明天哪一支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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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說 那你賺得到錢嗎 各位投資朋友 明天 還有一支股票 7月31號 這支股票 我講過了 你咖啡咖啡 你慢來你就吃不完 三股 如果你能夠 前一天你都知道 那第二天會漲停 第二天在打到平板下 當天一支漲停板 連得 如果你前一天能夠知道 第二天它會漲停 宅配通 如果你能夠比別人知道 前一天知道 第二天它會漲停 今天你會漲停 你說你會漲停 不會漲停 而今天我說過這份資料 7月30號的這份資料 傳真稿 我今天100個名額 免費開放索取 如果你告訴我 滿了 名額怎麼樣 快滿了 就100個名額 超過了我不收 好不好 超過了你自己想辦法 7月30號 明天7月31號 這一支股票 為什麼我什麼都知道 各位投資朋友 三股前一天就告訴你 第二天漲停 連得前一天就告訴你 第二天漲停 宅配通前一天就告訴你 第二天漲停 你要的就是這個 不是嗎 難道不是嗎 明天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這一份資料 100個名額 聽說名額快滿了 100個名額 免費開放索取 你卡住到什麼 今天辦好手續的投資朋友 我還要送給你 第二份資料 單景的傳染 所以你是單景的傳染 各位投資朋友 你不要猜 今天拿到資料之後 把這個地方掀開 好不好 那掀開之後 當你知道什麼 哪一支股票 是單景的傳染的時候 我麻煩你 替我梁老師保密再保密 這一支股票 會不會比單景更標 各位投資朋友 一支股票 有這麼多錢 那有這麼多錢 那單景我說過 不管什麼時候 77塊 告訴你你沒買 今天包的7塊了 不要再去追了 有沒有聽到 不要再去追了 最重要的 今天辦好手續之後 單景的傳染 這一檔股票 這一份資料 麻煩你 跟我的助理 一定要鎖取 今天進來 今天辦好手續的投資朋友 除了今天的傳染稿之外 第二份資料 單景的傳染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前十位 辦好手續的投資朋友 我說過 你卡住要卡住 今天前十位 辦好手續的投資朋友 我要送給你一份 神秘的大禮 什麼是神秘的大禮 我們不要講 我們不要講 會不會是父親節最好的禮物 我告訴你 你睡覺你都會偷笑 今天 父親節最好的禮物 第二份資料 單景的傳人 第三次的資料 傳真稿 各位投資朋友 我今天 我只說你 最基本的備用 其他分文不取 賺到錢之後 我們再來談 怎麼樣升級正式會員 好不好 也就是說 你現在進來的話 你還不是正式會員 所以我只說你基本費嘛 那你賺到錢以後 我們再來談 怎麼樣升級正式會員 今天進來的投資朋友 傳真稿 單景的傳人 神秘的大禮 神秘的大禮 三份大禮 通通給我要到手 而今天 我開放一天 一百個名額 你要知道 都一支的漲停 我知道 你不知道 就像 三故 我知道他第二天會漲停 連德我知道他第二天會漲停 你都不知道 你的老師也不知道 但是沒關係 今天這份資料 一百個名額 聽說快滿了 你咖啡咖啡咧 一百個名額 免費開放鎖 而今天 辦好手續的投資朋友 除了傳真稿之外 單景的傳人 神秘的大禮 三份大禮 通通給我要到手 今天只收基本費 其他分文不取 賺到錢 我們再來談 商品的大禮 集中市外園 今天到這個地方 祝大家操作順利 賺大錢 謝謝 謝謝 好 誰輸了賽 我是物流專家 讓全球熱愛MIT產品 非常好 我是Dr.Beauty 讓世界都變美 我是Happy達人 讓香蕉筆變成抗銳力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市場區 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吧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力氣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顧得投顧 拍照 頭疼 請用五分珠 吹 dzieha 請用 Kethaa 無分珠 無分珠 快、告好 爸爸 腦牌清理窗 真理復了是倒塊